我们学了这个农夫 你们还记得这篇古文是讲什么的吗 这篇古文的主要人物有谁 看一下 看一下 有一只牛 还有呢 Farmer 对了 Farmer 有牛 还有呢 还有一个 还有 对 这篇古文的图片才导致了后面的事情发生吗 热一下 你们还记得故事说什么吗 那个农夫想要做什么呢 一开始从 对 农夫他要睡觉 他睡着了 很累 就是他更前结束后傍晚很累啊 他就在外面睡着了 对 当农夫睡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农夫睡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有事情发生了吗 如果没有事情发生的话 就不会有这篇古文出来了 那你们都是很害羞的 这篇古文的 人 他一个人 对了啊 就是 有一只老虎他就出现了 他从 所以是这样的 在华州的一个村子里 以前网睡就是指以前啊 以前一个公天的人 他在傍晚很疲劳 然后他就整着离聚睡觉了 我原来发现我打错字了 原来这个 是这个离 为什么我那时没有看到 它是这个来的 这个啊 他就整着离聚睡觉 就是公天用的道具 到他睡着后呢 老虎就从树林里跑出来 这只老虎呢 他就看着睡着的这个 农夫种田的人呢 他想要吃他 想要吃农夫 旅 旅钱呢 OK 这时候牛就出现了 老虎他想要上前吃农夫 然后呢 这时候牛就站出来 保护他的农夫啊 他就花开双腿 站立在农夫身上 他就站在农夫身上 不是站在农夫身上 他是两个脚 站在农夫的旁边 跨开双腿 站立在农夫身上 OK 他不是准准整个脚 踩在农夫身上 OK 就阻止老虎向前 然后当老虎想要向前的时候 他就用左右两个脚 用左右两个脚抵抗老虎 你们记得上次我们学那个 蜘蛛和蛇的时候啊 那时候我们不是有讨论到 什么动物是最有攻击力 你们觉得很强的 你看老虎就是会吃人 那时候有讲到啊 非洲水牛是也是攻击力很强的 因为他们有脚 但就是表现在这边了 你看那个牛就用左右两个脚抵抗老虎 你看 所以牛是真的可以抵抗老虎 他就一直这样顶着老虎 不要让他靠近 老虎就不能靠近了口水 他可是很想吃农夫 他就流口水 口水都流到地上才离开了 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牛 那只牛非常的保护农夫 一直不让他靠近 口水都流到地上才离开了 可是 发生的这个过程 这整个过程 这个农夫是睡得很熟的 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不知道有老虎想要吃他 他也不知道牛保护了他 老虎就已经走远了 因为吃不到嘛 就只要离开 OK 离开 老虎离开后 这个农夫 他就醒来了 他醒来的时候 看到牛跨立在自己身上 就是你们想象一下 当你睁开眼睛 发现到有一只牛 他 站在你的身体上面 跨开双腿 站在你的身体上面 你想象一下 你睁开眼睛 那个牛的头看着你 你看着他 看着你 农夫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他就觉得很厌恶 他觉得很厌恶 他觉得很厌恶 怎么这只牛在他的身体上面 他就觉得这只牛是一只妖怪 就用棒打牛 他就拿一个木棒打牛 他觉得这只牛应该是妖怪 在我身上 看你查验写 他是一个set号 为什么他很惨呢 什么配 这只牛呢 他牛不会讲话的吗 他只会木木神 牛不能演 那个农夫想要拿 棍打他 怎么办 没有可能傻傻 站着飞打的 如果是你们有人要打 你们你们都会跑的 这牛 他就跑了 不能演 他不会说话 所以他就跑 对 农夫就一直追着他咯 他就 他觉得 他觉得这只牛很奇怪 那个欢欣的图片 他觉得牛很奇怪 就是农夫他可能觉得牛 就是可能类似做贼 做错的事 所以就自己逃开 其实牛只是为了要保护自己 不要傻傻 站着飞打 可是 这只牛还是很惨的 被抓到了 所以农夫回去 就杀了这头牛 剖开他的身体 吃他的肉 也不后悔 就是 显出 就表达出了这个农夫 非常的冲动 很鲁莽 他 并没有查清楚 为什么牛要站在他身上 他就觉得牛是一个妖怪 想要打他 然后他觉得 他觉得是妖怪吗 一定很危险 所以就干脆 先杀了他 一了白了 就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你知道牛是为了保护他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写了吗 你们 这个星期写了注释吗 有吗 有写到注释吗 上个星期 点不神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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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们没有写到 所以现在写着 哦 所以刚才那个 是你刚才你有进来是吗 那个 我叫你改名字 那个是你 应该是啦 应该是TONG 有没有 有没有啊 这个星期有没有写到注释 回应我一下 好不好 如果没有写 就现在写 日普值就是古代时间段的名称 是相当于下午2点到 下午3点到5点 是指太阳落山时 太阳要下山的时候 按就是刺哦 折就是鱼丝 还有旧 底就是用脚去顶 去触碰 但是呢 还是前一刻 有人进不到来是吗 倩尼刚才进不到来是吗 因为杰骨要打电话问我 会反映着你们 有没有在线上吗 有在线上吗 同学们 在线上的举个手 所以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 觉得以外义是你来的啦 奇怪这是谁 我就不敢随便乱点人进来 看这种奇怪怪的 我的书 你觉得 垂涎自地而去就是垂涎三尺吗 就是口水流了三尺 就代表食物很好吃的 所以垂涎自流口水 自地自流到地上而去 就是离开 未知之也是并不知道啊 知是知道吗 未是不啊 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跟走绝 这边的绝指的是睡醒的意思 恶就是指厌恶咯 他觉得这只牛很讨厌 很恶心 总之就是看到这个字就是不好的意思来的 因为通常恶 他配的字都是不好的嘛 厌恶啊 恶心啊 恶魔啊 所以这只牛很厌恶这只牛啊 腰就是咬捏 他觉得这只牛是只咬捏 于是他就拿了棍棒或者是棍状物的东西来打他 足就是指对足咯 越觉奇怪 这边的奇是带一词啊 就是指他他觉得那只牛很奇怪 所以这边的绝是感到的意思 所以要 以后看学做古文的时候 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啊 不要觉得 就不要马上认定 哦 他是睡醒的意思 或者是感到的意思 这样 是要看完整个句子 然后配合那个句子才可以 知道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分解 他把牛分解开来 扣开来吃 吃就是吃啊 你们怎么这么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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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时间 我们怎么这么安定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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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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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